这位小姐姐半夜睡觉时突然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在爬 一摸不对劲醒来直接下的亚麻呆住了 竟然是一条蛇 而且这条蛇可不是一般蛇 仔细看她身上有上下对起了圆斑 虽然看不见头部 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这是一条圆毛头腹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毒蛇在身上爬了半天都没咬她 应该没有人把这玩意认成银环蛇吧 又是一条跑出来的加咒王蛇 咱今天就不讲什么身材花纹了 你如果实在分不清 就看她的头 银环蛇的头是全黑的 又连时整部两侧会有白斑 而加州王蛇的头是前面有白斑 不管她的基因品系怎么变 头前面始终有白斑 这是一条成年的黑莓锦蛇 看起来有1.5米 如果你看蛇的视频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像这种学校山区出现的最多的蛇就是黑莓锦蛇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黑莓锦蛇喜欢吃耗子鸟类和鸟蛋 城区虽然其他动物很少但耗子和鸟儿还挺多的所以它才会这么常见 卧槽真太妙糊啊 这个视频只有第一针看得稍微清楚一点 我们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这条蛇头部后方有一条朝前的黑纹 体侧也有很多黑斑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黄斑鱼游蛇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没对的不用怕 这位大哥说是突然发现脚下有一条很大的蛇 于是就被吓到了 再加上他从小就怕蛇 所以反应才会这么大 再看到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是像他这样怕蛇的呢 事实证明钓鱼佬不管在哪里都能钓到蛇 这次的跟以往那些水蛇可不一样啊 一条橄榄剑为海蛇 这玩意儿要命的 独性位列世界前50名 而且体型很大 最大个长到1.8米 主要以各种鱼类鱼卵虾兵蟹酱为食 这是菲律宾的网友拍的一条菲律宾喷毒眼镜蛇 实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它的毒性、致死率、致死速度都是眼镜蛇中最强的 其中致死速度更是透不起水平 所以被这玩意咬一口没到医院就挂了 你也不用惊讶 在1988年发表的一项调查研究中 菲律宾人蛇在单个地区的连死亡率 达到了每10万人中有107人死亡 一般来说每10万人中有7人死亡就算比较高的了 这个107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我估计这个视频又有人要说猫的速度是蛇的7倍了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蛇的身份 第一点在辽宁看着蛇的样子大概率是白条锦蛇 白条锦蛇是一种中心无毒蛇 长度也就一米左右体重两三百克 猫科比它大太多了 在控制身位距离上有很大优势 轻轻一动就能避开蛇的攻击 但如果把两者的比例反过来 你觉得蛇还咬不中猫吗 这长度这身材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眼镜王蛇 虽然看不清花纹啊 但光体型就能把绝大多数蛇排除掉了 咱国内能长这么长的只有眼镜王蛇和缅甸吗 缅甸吗那么肥肯定不是 所以只能是眼镜王蛇 不知道 那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第四名 澳大利亚宗蛇 宗蛇是指Bronstack 也就是离眼镜蛇 但这个视频也不是离眼镜蛇啊 澳大利亚宗蛇是澳大利亚最危险的毒蛇之一 他们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 能够造成瘫痪和死亡 离眼镜蛇的神经毒对人类效果非常差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出现神经毒症状 咬伤部位很快会蔓延出严重的疼痛 肿胀和出血 疼痛肿胀个灯啊 离眼镜咬人局部症状很轻的 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咬了 而且症状会迅速加剧 第三名 马沙奎 啊 马沙奎是什么鬼 开马沙拉提的奎 马沙奎也称为拉塞尔奎蛇 拉塞尔奎蛇 莫非得说的元帮奎 是印度次大陆所产的毒蛇之一 哦 印度次大陆 那肯定说的是元帮奎了 但你为什么要放林素奎的画面 尤其是其亚种南亚马沙奎的毒液毒性之强 元帮奎没有亚种啊 泰国元帮奎早就独立了 亦是印度国内致死最多的蛇种之一 元帮奎确实是印度咬死人最多的 另外这画面是姬武素奎 其毒液是一种强烈的组织破坏剂 会引起剧烈的痛苦和组织坏死 第二名 印度眼镜蛇 这么大条肯定是眼镜王蛇 你当我们观众眼瞎吗 印度眼镜蛇 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最常见和最危险的毒蛇之一 印度眼镜蛇主要分布于南亚地区 它们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 能够致命的影响呼吸和心跳 第一名 非洲黑曼巴 哇哦 黑曼巴嘎嘎嘎终于出来了 非洲黑曼巴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 世界排名三十几最强之一就算了 黑曼巴的毒液强烈的神经毒素 会引起全身肌肉痉攣 引起心律紊乱 血液凝固和其他严重的病状 又来血液凝固 黑曼巴根本就没有淋血毒素 哪门之血液凝固啊 你给它淋的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接着干 做快点我等不及了 长得好花哨啊 不知道还以为是邪灵蛇呢 这是印度的网友拍的一条 Green Cube Bicylic 绿井超蛇 主要分布于印度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和缅甸 在防御时 它会像这样把身体贬着 抬起头 将颈部露出来 捕食者一旦对其攻击 就可能导致中毒 因为在它的整个颈背部 都存在颈背线 挤压时会分泌出有毒液体 不过这是一种外源性的毒液系统 合成毒液的材料 依赖于吃的蛤蟆 这是泰国的网友拍的 一条红威桶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在中国的海南 福建 香港也有分布 但非常少见 红威桶蛇是一种小型无毒蛇 一般只有四五十厘米 主要生活在潮湿的森林 和农业土壤中 由于这种蛇嘴巴很小吃了 通常是一些长条形生物 比如小蛇 影园 鰻鱼等 一个真正的man 大家举个手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发现了书中的错误 仔细看 他说红喷毒眼的蛇是四十种喷毒眼镜蛇中的一种 大家要注意啊 眼镜蛇一共才三十四种 其中喷毒眼镜蛇只有十几种 看来国外的科普书水平也是参差不起啊 这条蛇比较特殊啊 它的层体和右体长得不一样 在右脸时背部有很多黑色横斑 成凉后会逐渐淡化 但头部的黑纹还会保留一点 这是恢复绿锦蛇 是树旗锦蛇属下的一种无毒蛇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南部地区 通常长度为一米左右 就大概长到1.5米 以鸟类吸一鼠类蛙类为实 2019年4月 一位名叫马勒的女博士 在维多利亚山谷灌木丛中遛狗时 原本想看一下树上有没有烤拉 结果发现地面有两条虎蛇在相互缠绕 也许是狗子惊吓到了蛇 两条蛇突然朝马勒发起攻击 马勒吓得亮枪的摔倒在地 它的下背部一共被咬了四口 后来马勒惊慌失措地拨打求救电话 救护车迅速将它送往医院 然而奇怪的是 医生检查马勒的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似乎根本没有中毒 哇 被两条虎蛇咬了四口 竟然屁事没有 这运气不去买彩票可惜了 像这种咬人不排毒的现象 属于干咬 表明蛇还在警告阶段 第一口先放铃马 但马勒可是被竹竹咬了四口 四口都没排毒还挺玄学的 试想一下 如果这两条虎蛇没有干咬 那马勒会是什么下场呢 一次承受两条虎蛇的剂量 即便有抗毒血清也很难救治 要知道虎蛇的毒液非常全面 不仅具有突出前神经毒性和肌肉毒性 还有强下的灵血霉源激活物 一旦被注入致命的剂量 会同时出现恒纹肌溶解症 呼吸衰竭以及消耗性灵血病 可想而知有多危险 另外虎蛇在不同产地的致死率也有所不同 因为它们体型差异很大 在一到两米之间波动 而体型越大的虎蛇排毒量就越高 比如代数导的虎蛇平均排毒量 就明显比其他地区的高出两三倍 有110毫克 其次是查佩尔导虎蛇的56毫克 最常见的东部虎蛇只有28到42毫克 理论上代数导的虎蛇致死率是最高的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没啥咬人记录 也不知道真实实力到底咋样 反正咬人肯定不好攻